疫情期間 然後我時常陪父親到醫院做癌症的化療治療 然後有一次在急診室 因為父親確診 所以我們兩個就同時一起被關進了隔離病房 當時我為了要鎮靜下來 就沒有想太多的便在紙上畫一條一條的直線 那當時因為在病房很安靜的狀態之中 只聽得到鉛筆畫在紙上沙沙的聲音 心情就有慢慢平復下來 後來就在家裡試著想要嘗試更大張的畫面 每一張大概就花了一個月的時間完成 那對我來說 事後再看每一張 它就有點像當時的自畫像 也像是一種好像心靈的地景一樣 它的名稱是碎小雞 那這些是我從2014年到2022年之間的畫布上的草圖 它們的來由都是我突然想到一個枝字片語 或是我突然看到一個我不知道怎麼去形容狀態的物件 關於這個我不知道怎麼說 也許是我言語的缺失 假設把繪畫當作語言的話 也許不到可以成為一個語言系統 可是就在裡面我發現我想講的話都在那裡 這件作品叫做會映 隱晦的會造印的印 那它其實是源自於古奇論伊朗陰藝禮戰裡面所講的陰藝的美的延伸 但是因為現代化的過程當中 含人造光的發明 所以很多陰藝的東西都消失不見了 它想要用文學的方式去記錄這種陰藝的美 它看起來雖然很像是雕塑 但我其實在做的是光線 我的作品包含三個元素 第一個是環境的光 第二個是光線的載體 第三個是我們人視覺的經驗 環境的光我是計算的就是太陽一年四季 東升西落的角度變化 它是用結構去做出一種附空間 讓光線可以在裡面流竄穿梭 然後反射 讓我們可以很純粹的看到一種色光 因為我是一個很常跟自己講話的人 然後但我不會真的把它說出口 就只是在腦袋裡自己這樣想 它好像很像自己在跟自己說話 然後同時自己又再聽到了這些話 可是其實這些話沒有真的被我說出來 我也沒有真的聽見 但卻有這一種錯覺同時產生 所以電風扇就讓我想到這件事 因為它那個風很像在說話 可是其實又沒有聲音 電風扇它它自己的一個雙重特性就是 扇葉其實是不透明的 可是因為它轉動起來 它既可以在上面成像 但是影像也可以透過去射到後面的牆壁上 就是類似這樣的一種雙重的關係 我希望是觀者可以在我的作品裡面 探索或是去發現的 水其實是我們人類生存 然後還有文明發展有很大的影響 但是隨著城市發展這些水路被 逐漸被淹落 然後被加蓋被填平 然後也讓人們和土地的關係漸漸的沒有連結 然後缺少了認同 台北曾經其實是水城的一個證明 然後有點像是 在這個現代城市中 然後它也開了一個小小的破口 讓我們可以看到過去的樣子 然後藉由去找尋 然後去記錄 然後再去介入城市裡的水 然後進了跟這個土地 跟這個城市的空間 有新的想像和認同的可能